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警道说 中国的996工作文化已经伤害了中国的就业市场 同时呼吁加强对企业这一行为的监管 楼继伟对996的批评 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发出警 到前几个小时提出的 最高人民法院发表了一则通知 裁定企业要求员工遵守常见 但有争议的996时间表是非法的 楼继伟在新浪财经举办的线上 ESG全球领袖峰会上说 虽然许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将996视为对员工的福报 但这显然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 破坏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ESG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缩写 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热门词汇 因为人们越来越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他说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 大家都会采用996 这将减少就业机会对社会有害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是996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他曾表示这样的时间表 帮助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成长为今天的样子 但是后来 马云又说通过抢货源 公家搬来获利的公司是愚蠢的 注定要失败 楼继伟还表示 应该拒绝在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 楼继伟的评论反映出 中国最近开始更加注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这将对中国解决财富不平等和促进国内消费等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在环境治理方面 楼继伟表示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可能会对供应链带来冲击 并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 但是 这也将带来潜在的投资机会 中国在上个月启动了全国碳排放交易中心 但是目前国内的碳交易价格只有欧盟的八分之一 他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迅速跃进 将会对产业链造成打击 他警告说 碳价格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 也可能导致刚才价格大涨 可以想象这将推动结构性通货膨胀 但是 他也承认中国仍然需要在某个时候与国际标准接轨 我们应该警惕发达国家利用气候变化问题 利用碳关税和碳配额定价 来实现贸易保护 此外 楼继伟呼吁 中国应该就每年排放多少碳给出官方数字指南 并为排放上限提供更多清晰度 以帮助碳排放的价格适度上升 在钢铁和工业生产方面 中国最近取消了出口退税 并提高了钢铁的出口关税 楼继伟表示这是好的举措 他说 这可以对冲商品价格的上涨 并有助于防止一些国家 利用碳关税和碳配额定价来打压我们的贸易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 这次就是在钢铁和碳配额内的发展 给你按钢铁和尔和碳配额 以钢铁和声转的发展